投球的一個責任區分 內容方面做個改變 李居冠在六月的一個壓制表現就非常的好 是 這個球打高了 中間方向的飛球 進手套 打擊的鄭達鴻是遭到了接殺 形成一出局 投手李居冠 競技球季呢其實在 數據的部分 並不是相當的理想 但是其實 不少的 外籍的投手對他是讚譽有加 李居冠本季整體來講 事實上防禦率是偏高了 7.7 不過如果單單以六月來看 他的折思分是0 雖然投球局數了 只有六局 如果重新把它定位 大概一局的投手 或是兩局的投手之後 他的一個投球的一個表現 就越來越好 超馬仕現在走過去 所以是有可能需要上 第四六的訴求 被王世民打成一個界外 王世民今天也是厲害 打場俱樂部成員之一 攻擊的手感非常好 低的也打 高的也打 都能夠安打 棒子斷了也是安打 是 怎麼打都是安打 對 只差球了 已經壓得非常的低快 挖地瓜也安打 這球飆到147 走外角好球進來 打者沒有出棒 兩好一換 厲害 這球 投的已經夠刁鑽了 還能夠打得到 是 有選手在最近天氣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蠻辛苦的 職業球員就是這樣 對 沒有休息的一個條件 打工都要累 王世民賽田就有講到 真的 也還蠻麻煩的 我們看到這個外野的肥球 有沒有機會來處理 上看台 三名的野手都過去了 但是結果還是出界 你如果不練 然後沒有實際的對決 你那個比賽的那個手感就跑掉了 甚至牛隊正中有一些選手 一軍的比賽也沒打成 有一個空檔會抓時間去打二軍的賽事 這表示聰明 想要練習 這個球其實投的也 也不錯 還是被破壞掉 這兩個球就可以注意到了 王興銘在注意外角球 所以頭部如果有那種警惕的話 當然可以在配球方面做個改變 所以他有在注意你的外角球 所以那個球 縱使沒打好 但基本上還能夠形成接外球 來一個變化球 雷傑穩的情況之下 做一壘 傳一壘做確認 這次終於解決掉了打者 王興銘 回望落空 找到三陣 小屈酒都投得不錯 這種slove 很有引誘心 之前都是丟快的 忽然來一個變化球 打者是遭到了三陣 兩出局 輪到的是第七棒的陳凱羅 三陣 一四六 球的速度還蠻快的 所以這有時候 絲頭 打者也未必打得到 因為主要也有速度 這球出手就會打到 又是一個二壘方向的反彈球 這壘手接到之後 往一壘傳 沒問題 九局上半年後 就會進攻三上三下 沒有攻下分數 休息一下